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聊一下 上一期的一些內容的延伸 上一期我們跟大家聊了就是 Picot Preso這個手架意識機這個器材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說 為什麼Picot Preso跟Star Reso三代 他們所需要的條件差那麼多 那它又是為了什麼原理而設計出來的呢 其實這個部分要跟大家聊一下 其實義式咖啡機就是大家可能在一些金餅咖啡店裡面看到 一台很大台的可以打奶泡那些機器 其實它的歷史已經一百多年了 那這麼久以後其實非常多的消費者 會希望在自己的家裡面就可以有這樣的設備 所以這些刷意識機它的出發點 就是類似從這地方延伸的 那當初剛開始的時候就有蠻多廠商 它很會希望把商用意識機的一些規格變成家用的 但是常常會因為在功率上的不足 或者是說它的穩定性的不足的情況之下 發覺說它的效果其實是沒有那麼好 而這個時候就延伸出了兩大的取向 一個取向就是我們是比較硬派的 我們就覺得說我們一定要根據商用的規格來設計家用的器材 那它的要求的參數就會比較嚴謹 譬如像Pico其實就是類似 從這樣的發想點裡面出來的 就是要參考商用的器材的規格 那另外一幫人他們就覺得說 我們這樣是不是把自己搞得很累 原木求疑 對不對 那我們為什麼不試著我們利用其他的設備的方式 去減少這些器材的需求 讓這個家用濃縮的萃取會更為簡單的 就延伸出了像Starreso這種 它其實跟商用的異式器材有一點點不一樣 甚至於有很多的不一樣 但是它同樣可以萃取出類似的效果的另外一個流派 就是Starreso流派 那其中最分流最顯著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關於它的壓力控制裝置 那我們都知道嘛 像這種刷異式機也好 這種家用電動的異式機也好 其實它們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的壓力的來源 無論是Pico或Starreso當然都是用手壓 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把機身打開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一下粉杯 其實就可以看到一個非常非常顯著的差異 首先我們來先看一下Pico的粉杯 好 其實從正面來看呢 好像兩個差異不大 都是好像上面都有挖一些小洞 因為畢竟這個洞呢 只要比水來的再大一點點 比粉來的小一點點 就可以當做一個濾器來使用 那其實Starreso也是類似的感覺 好像上面挖了很多小洞 但是我們可以從下半部就可以看得出很多的差異性 可以看 好 這邊就是最明顯的差異 就是Pico呢 它上面的洞 這邊的洞 跟這邊的洞 它是對稱的 等於說呢 我的水從這邊穿過去以後呢 從下面這個孔流出來 就直接到了你的杯子裡了 那中間是沒有其他任何的裝置 你可以去幫助它去加壓 或是阻擋它的速度等等等等 所以呢 你的整個粉是否夠細 你的壓力會不會太大 它會非常赤裸裸 而且非常直接的反應在你的粉杯上面 那相對來說呢 你就 如果你的控制能力很強的話 我就知道它很赤裸 它很直接 所以我就可以 我就調整水溫 調整粉量 調整研磨度的粗細 調整一些力道 我就可以調整 它的整體的萃取的速度 OK 所以它的可玩性當然是很大 但是呢 有一個很大的難處對不對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其他的機構可以去幫助你 讓它的壓力增加 或者說讓它的水能夠煞車 所以呢 如果你的研磨度不足 或者說你的抗足 就是你的粉 你沒有不好 那沒有不好的話 有些地方比較多 有些地方比較少 水就會一直不斷穿透 那個水比較少的地方 導致於你的萃取的狀況很不好 OK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這樣的粉杯的概念 就跟我們目前的商用機其實很接近 如果各位對商用的意識 有點概念的話 就知道說 哇在一個很大的 很強的功率的情況之下 壓力這麼大 酒大氣壓 水溫那麼高 如果我的粉不夠細 或是沒有控制好 甚至於過細也不行 不夠細也不行 或是我填壓沒有填壓好的話呢 它都是很悲慘的結果 它出來的效果就非常的差 所以它就是一番兩正眼 就如我們上一集跟大家講的 做得好可以到95分 做得不好可能不及格 OK 那另外一個 STAR RASO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它下面是一個小洞 OK 那我們把 剛剛看到下面這一個 很多小洞的這一個底座 我們可以把它 拉開來 下面這個金屬片拿下來以後 會看到 其實跟底座上面都只有一個小洞 OK 相對於這一個 我們就可以看出非常明顯的差別了 那等於說呢 這一塊跟 上半部是這邊是一樣的功能 但是呢 我們的所有的濃縮咖啡呢 它不是從這個面積上面均勻的落下來 它只能從最下面這一個小孔 落下來 才能被萃取出來 它沒辦法從其他的部分 被擠壓到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就很像針筒一樣 OK 針筒呢 因為它的擠壓的狀況呢 只能在最後一個小孔的部分 被推擠出來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那個小孔的壓力呢 就會被加強了 而且同時呢 因為小孔呢 它的通道本身呢 就是 CC數很少 OK 所以你的濃縮 你也不可能一下子呢 就全部擠出來 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控制 你的濃縮被擠出來的時間 所以即使是你的設備 沒有那麼的接近商用 你還是可以萃取出 足量的Cream out 你還是可以萃取出 很足量的風味 OK 但是呢它有它的缺點 那它的缺點其實就是 因為它也適度的控制了你的 一些參數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用非常非常非常細的粉 想說 我可以用跟商用機 用一樣多 一樣細的粉 我可以萃取出更多的味道 的情況之下 它就無法附喝 因為呢 它已經增加你的壓力了 如果你更粉 過分細的話 它的壓力太大的情況下 你會擠不出來 你的上面手壓力到呢 就沒有辦法 讓它被擠出來 所以這也是它的極限性 它有它的極限性 但是呢 不得不說的是 這樣的設計本身呢 可以讓你的成功率高很多 那同時啦 STAR RESO 除了有這個粉杯部分 有這個機關之外 它的底座部分呢 其實也有類似的機關 它這邊有一個 像是一個單向閥的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跟 這個功能是接近的 它一樣可以讓你的壓力增加以後呢 然後 可以讓你萃取的時候呢 兩重壓力去讓你的 咖啡粉跟水接觸的時間增加 而且呢 增加之後呢 你的手壓力呢 就可以更均勻的 把你的 Espresso濃縮的部分呢 被擠壓出來 所以呢 為什麼STAR RESO 它可以擠壓出那麼多的cream 而且呢 對於研磨度的要求 相對來說 是比較不高的 這是一個最最最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呢 了解了這兩個系統之後呢 其實 目前市面上 非常非常多的 手壓E4機 也顯示出了 在居家環境裡面 做E4的需求 越來越強烈 如果今天看懂這個影片的話 是不是有一些 它就是標榜著 它就是比較接近商用器材 那這種商用器材的 不插電E4機 各位都有一個觀念 它的使用難度一定都會比較高 它需要比較好的 磨豆機 不光是比較細 而且還要能夠調整 微調的 的科系度 也要很敏感 然後呢 你對於整個操作要求 你不能有太多的部分不均勻 你填壓力道也是要考慮 以及你的粉杯 以及你的機身本身的保溫效果 都必須要比較好 你才能夠做出比較好的濃縮 所以它對技術要求都比較高 譬如說 各位可能常常聽到 譬如說Flare 譬如說像 ROK 這種器材 它都算是偏這一類的 那另外一類呢 就是這一種 就是Star Race為代表的 它就是 額外添加一些加壓的裝置 讓你使用上面呢 可以受到一些限制 但是因為這個限制 讓你的難度變得很低 也不太挑器材 那像Star Race的二代三代 其實都是這樣 還有一些其他的 它的粉杯上面有一些 單向法裝置呢 幾乎都是這樣 它的 成功率呢 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OK 那 了解了這樣的 觀念上的差異 以及它的 原理之後呢 各位是不是就可以去更 仔細的去了解 去挑選你想要的器材 OK 今天的充足攻略呢 就收到這邊為止 那請各位呢 在買各式器材的時候呢 還是要去了解你的需求 以及你可以 附和的 其他相關器材的配套 再去做決定 才不會買到 讓你很生氣 又搞不定的器材囉 那我們的 咖啡充足攻略 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